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呢 2021年3月份的星座运势哦 那这个3月份当中 其实好的星象相当的多哦 可以说是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就从2020到现在以来 我看过好的星象最多 然后坏的星象最少的一个月份哦 所以我想对于大部分星座的朋友们 都会感觉到在这个3月里头 是比较顺利,比较开心 会让大家觉得心情比较好一点哦 好事情还蛮多的一个月份 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神星座的你在这个3月份当中 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2021年3月份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哦 那对于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工作运算是还蛮好的哦 好运呢 多半集中在月初还有月尾 就两段时间当中 在3月1号到3月7号 几段时间当中 天蝎座的朋友们呢 工作运是相当良好的 特别是做这个销售好业务工作的朋友们 那你比较容易遇到贵客光临哦 那这些客人和你之间 客户关系互动上是还蛮良好的哦 好好把握住的话 就很容易做出良好的业绩哦 那在3月26号到3月31号 这段时间也是天蝎座的朋友们呢 在职场工作运上 还蛮棒的一段时间哦 天蝎座呢 你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和同事之间可以说是合作无间哦 如果有团队合作的一些企划案 或工作的话 也可以做得相当的棒 会伸手掌官的赞赏哦 接下来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3月份里面呢 财运其实是好坏残板的哦 有一些部分是还蛮棒的 可以好好把握 那有一些部分是要特别小心的哦 在3月1号到3月7号 还有3月11号到3月18号 这两段时间当中 天蝎座的朋友们财运很棒哦 特别是在投资方面 很容易有良好的获利 眼光很精准的你呢 在这两段时间当中呢 可以说是在这个投资市场上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斩获哦 另外就是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这两段时间当中呢 也还蛮容易会有意外之财的哦 可以去买张财券来试一下手气哦 在3月13号到3月31号 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是天蝎座的你财运还蛮不错的时间点 在这段时间的好财运多半是集中在这个不动产的投资运方面哦 天蝎座的你呢 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有不动产的买卖的话 往往都还蛮容易赚到还不错的收入 另外就是如果你要找房子的话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容易找到价格合理物况良好的物件哦 在金钱财运方面 天蝎座的朋友们也有一些部分是要特别小心的哦 像是在3月19号到3月29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在投资运方面其实是不怎么好的哦 特别是在金融商品的投资部分上呢 比较容易出一些状况 尤其是呢 当你太过冲动的时候就容易做错投资决策 那当然也就容易让你投资会有失利的情形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做任何投资决策的时候 尽量冷静一点 那在整个3月份当中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还是会有一些小破财的情况 多半都是集中在家里面的一些家用品会有破损损毁 比如说你不小心把它摔坏之类的 那有一些情况是你的家用品可能已经年久失修需要换新的啦 所以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有一些天蝎座的朋友们可能会呢 多多少少花一点钱哦 在填购一些新的家用品上面 接下来呢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天蝎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大考证照考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哦 好好认真念书呢 这样就会有还蛮良好的一个考场发挥 在3月1号到3月6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同学们在校内考试 小考方面是还蛮容易会考出好成绩的哦 主要是会有贵人相助让你在考试方面能够更加的顺利 更容易拿到高分哦 那在3月11号到3月22号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蝎座的同学们在小考啊 像在考试方面考运也是相当的好的哦 那这段时间里面天蝎座的你呢 相当的认真努力念书 那吸收力也是很棒的 记忆力跟理解力也都是中上哦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会有还蛮好的一个发挥 容易考出好成绩来 接下来是桃花云的部分 在3月1号到3月22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在桃花云方面是相当的好的哦 还蛮容易认识到良好的对象哦 是可以好好把握的时间点 那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你比较容易认识到 都是对你相当主动 那相当喜欢你的好对象 和天蝎座的你之间呢 会有还不错的好互动哦 那只要天蝎座的你呢 可以多主动热情一点的话 其实感情是还蛮容易会有发展的 那正在追求某个对象的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要记得主动一点 热情一点哦 你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情都相当的有魅力 会在对方心中留下很好的印象哦 在这段时间当中 不太适合耍裤装冷哦 你多热情主动一点的话 会让对方更喜欢你哦 那3月19号到3月29号这段时间当中 是属于烂桃花 也还蛮容易出现的时间点哦 那这段时间当中出现的烂桃花 多半是两种类型啊 一种就是为了从你身上挖钱 骗钱来的烂桃花哦 这还蛮好认的 就是跟你认识没多久之后 不断就是希望你可以送礼物 送钱给他之类的 这是一种 那另一种呢 是只想和天蝎座的你上床 并没有想要好好跟你谈恋爱的 这一类比较花心的对象啦 那天蝎座的你要记得 在这段时间当中 认识任何新朋友的时候 要看清楚 不要太快阴传哦 以免呢 人才两失哦 接下来是爱情婚姻好家庭的部分 在3月1号到3月18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你呢 和另外一半之间互动相处 上次相当愉快开心的哦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蝎座的你要记得哦 有爱 很想念对方的时候 就讲出口 不管你是用传讯期 或者是面对面讲出来都好 爱对方就要把爱说出来 这会让另外一半 深深的感受到你的爱意 心情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好哦 在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你希望你的感情 可以更加往前进的话呢 要记得千万不要耍冷装酷哦 多讲一些甜言蜜语 除了会让另外一半心情很好之外 你会感受到 另外一半对你有更多的关爱 还有照顾哦 那3月19号到3月29号这段时间是 天蝎座的你和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的时间点哦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你和另外一半 但之前比较容易为了金钱啊 债务啊 借钱啊 这些事情会有一些争论跟争吵啊 所以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记得哦 尽量冷静一点 理性一点处理会比较好一些 但有一些天蝎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会有吃醋吃过头 占有欲特别强的情况 会带给另外一半一些压力 甚至于是怀疑对方头吃劈腿 但是可能是误会啦 反而会导致你和另外一半之间 因此大吵架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 千万记得吃醋 不要吃过头哦 在整个三月份当中 你的另外一半呢 和长辈之间 其实沟通互动相似比较不好的 容易会有冷战 跟不愉快的情况 所以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尽量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 和长辈之间有太多的一个互动 就可以减少冷战 跟不愉快的机会 如果呢 需要和长辈之间有一些互动的话呢 那就天蝎座的你自己来 会比较好一些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运的方面上 在这个月里头呢 只会有偶尔短期的 这个交通运不好的情形哦 那因为时间大概就是两三天 两三天啦 所以呢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呢 帮天蝎座的朋友们 做一些提醒哦 那在健康的方面上呢 3月5号到3月31号这段时间 也就是几乎这整个三月份哦 天蝎座的你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血光之灾 比如说受伤啊 出血啊 烫伤啊 或是发烧的情况哦 那天蝎座的你 如果任何不舒服的情形 要记得尽快去看医生 而在这整个三月份里面 3月19号到3月29号 这一段时间呢 是天蝎座的你呢 要格外注意心血管 相关疾病的一段时间哦 如果有任何胸闷不舒服 或任何不OK的状态 要尽快去看医生 千万不能拖延哦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蝎 我们下次见 拜拜